我是5A班的薛俊賢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故事是摩鏡 相信大家都聽過白雪公主的故事 皇后就經常問摩鏡 摩鏡摩鏡這個世界上誰最漂亮 但摩鏡就只會回答她是白雪公主 自從皇后死了之後 這塊摩鏡就被人擺了入倉庫 去到很多年之後 這個國家傳了給一個很無聊的國王 這個無聊的國王每天就和大臣一起玩摩鏡 就問摩鏡摩鏡這個世界上誰最胖 摩鏡摩鏡這個世界上誰最瘦 摩鏡摩鏡這個世界上誰最窮 之後摩鏡就會出現一些很瘦很瘦的人 很肥很肥的人和一些很窮很窮的人 搞到皇國裡面的所有人都大笑 直到有一天 國王終於忍不住問摩鏡 這個世界上誰最無聊 摩鏡就回答她 國王閉下 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無聊的人 所有大臣都忍不住笑 但最後這塊摩鏡都被人送回到倉庫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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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